在零下50度的北极,即使是应有特人,起床也要有十足的勇气,此时屋外的温度已经降至零下50度,小孩却久久不敢尝试,阿德夫妻俩正在给女儿捉狮子。 虽然外面冰天雪地,但雪屋的温度却能达到临上,温暖的小屋加上常年不洗澡,被褥上已经生满了条枣,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极的他们来说,洗澡成了最大的难题,可能他们从生到死,甚至都不知道洗澡后的清爽,妻子将狮子放到女儿手中,想起捉狮子的这一幕。 80后的小伙伴再熟悉不过了,女儿在温暖的被窝中,迟迟不敢起床,在普京的劝说下,这才骨髓勇气钻了出来,妻子给女儿穿上厚重的海豹棉衣,而衣服也是从来都不会洗的,在他们眼里,包了浆的棉衣会更加抗旱,妻子给女儿戴上帽子,这样可以避免脸部冻伤。 免手套也是人手一副,阿德取来一些海豹皮,她要用这些长条抓捕紧贴的晚饭,早晨阿德的海豹靴子已经动得硬邦邦,妻子直接用牙咬的方式将其软化,储存的三文鱼成了狗狗的小窝。 女儿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小狗叫醒,每天出门路口是女儿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,由于没有玩具,小狗成了她唯一的恶趣,老婆一家也从温暖的雪屋里钻了出来,作为应有客人的媳妇, 她们每天都在忙碌,今天要去远处采集苔藓,身后的熏木皮便是壮载的工具,女儿看着妈妈远去的背影便开始了嚎啕大哭,北极的燃料极其匮乏,雪兔靠吃地底下的苔藓卫生,因有特人也是深受启发,用骨头扒开鸡血,里面干枯的苔藓是他们此心的目的,相对于食物,苔藓写得更为珍贵,这是除海豹油以外,唯一能生火的燃料,想要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吃一顿热腾腾的饭菜, 苔藓是必不可少的,但用不了多久,供贴的鸡血会将苔藓深埋地下,能采集的苔藓也会越来越少,女人们将收集的苔藓放到薰木皮上,朝着营地走去。 老布此时从雪屋里钻了出来,拿起鱼叉准备今天的收集,阿德将僵硬的鹿皮卷起来,跟着老布前往了收集场,与人们将苔藓卸下,等男人们打猎归来,便可以开始生活捧着,猎人们来到冰面后,找了一处绝佳的位置,用带有骨头的冰锥敲击冰面,将冰面打通后,用鱼叉捞起水面上的福音。 为了包暖,阿德将鹿皮放在地上,拿起鱼叉开始了捕捉,用骨头将浮饼打捞出来,拿出用骨头制作的鱼钩,鹿筋的韧性可以充当于线。 将右耳抛下后,反复的提拉可以引起鱼群的注意,这有点类似现代路亚的感觉,寒冷的天气,让阿德的胡子上面结了一层冰霜,但他依然没停下手中的动作。 在食物匮乏的北极,不光是人没得吃,就连水里的三文鱼也抵挡不了食物的诱惑。 家里虽然有夏天褶子的诱惑,但刚捞上来的三文鱼有着不可描述的纤维,很难想象,它们仅靠如此简陋的设备,就能捕获十多斤的大鱼。 仅仅捕捉了两个小时,阿德就等着瑟瑟发抖无法坚持,将鱼线收好后,把今天捕获的三文鱼装进皮囊中,清理一下鱼刹上附着的冰仓。 今天的捕鱼工作也宣布结束,妻子已经准备好锅灶,从邻居家里借来了火种。 点燃金银采集的苔藓,做饭的同时也能让屋里充满温暖,但阿德的女儿却想到了在外面挨动的狗狗。 妻子将一些融化的血水倒进水果里加热,用钝锁的乌鲁刀,将刚上岸的三文鱼切割成小半,而三文鱼的内脏, 不需要任何处理,做饭的炊烟加上屋里的热气徐徐飘向屋外。 这样的场景在北极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随后一道热腾脑的清沦三文鱼便出锅了, 妻子将食物从厨房递到餐厅,此时外面寒风凌冽,气温骤降,而屋里却温暖如春, 谁能拒绝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,吃上一口热乎乎的三文鱼,阿德拿起食物送入口中, 滚烫的三文鱼顺着十道滑香味力,满满的过腹感, 让阿德脸上洋溢着喜悦,一家人能在冰天雪地里一起开心地吃着美食, 对于他们来说,何尝倒是一种幸福。